没有错 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好 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 往更好的道路发展 可是现在冬天到了 有一些地球上的角落 其实蛮惨的 他们连保暖这件事情都做不到 我们讲的是乌克兰 乌克兰现在因为持续被俄罗斯轰炸 你知道他们的一些电力的设施 都被炸烂了 所以没有电可以用 那你看欧盟怎么说 欧盟说好 没问题 我可以捐很多东西给你 我捐3000万颗LED灯泡给你 你们可以节能 每一年如果大家都用LED灯泡 你们可以省下一座发电厂的电 这样是很好 可是乌克兰人觉得很瞎 如果你是乌克兰人 我现在回到家里 可能家都很残破了 没有灯 没有电 我缺的是电 你好歹你也给我发电机好不好 或者是再不济 你也给我暖暖包包 有些人可能要冻死了 真的 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 你给我节能灯泡要干嘛 恐怕最高兴的只有中国大陆了 因为中国大陆接到3000万颗LED的灯泡的订单 太荒谬了 现实远远比你想象中更加的荒谬 我们来看看米尔斯海默这一位专家 他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的巨拨 那最近封传媒跨海访问了他 讲的当然都是乌克兰的事件 对世界的影响 那乌克兰战争什么时候会停止呢 米尔斯海默老师教授 他讲说乌克兰犯下了一个大错 对国家的命运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是很简略的把它写在这里 观众朋友你可以去看这一篇专访 那当然就是他向西方国家靠拢 我们讲了很多次了 他想要加入北约这件事情 他低估了俄罗斯想要守护 他自己价值的决心 俄罗斯觉得这个是他的硬核 你做了这件事情 恐怕俄罗斯就是拼了命 要跟你干到底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在1995年左右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签下了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 那个是乌克兰美国 跟俄罗斯三方的签署 要求他放弃核舞 换取什么 来了 不受军事及经济胁迫的保障 结果20年后 30年后 他完完全全被军事及经济胁迫 国家变残破 所以这个米尔斯海默说 恐怕乌克兰这个国家 现在他也看不出来有什么解放了 除非西方国家自己的权益 讲白了 西方国家包括美国 包括欧盟他们痛了 他们受不了了 才有可能让这个局势 这个稳定下来 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的前情报官 这位女士 她说拜登必须停止在乌克兰处长 无法获胜的代理人战争 那某种程度可以看到 在美国国内当然有很多很激烈的争论 有左派有右派 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这是其中一种看法 那我们再来看看 欧洲的能源危机 现在到底有什么解放呢 因为普清 他就是故意的 他铁了心 我这个石油 我这个天然气 我就不给你了 那我跟中国 我们现在八滴八滴 我向中国销售更多的天然气 我卖给你中国 可是北溪天然气管 不是被炸了吗 我不要修 反正我也不急 我就不修复了 你看到普清 除了像中国销售更多的天然气之外 你看到欧洲 他们在做一件事情 他们希望能够定出天然气的上限 他们做了一个协议 那最新的协议我看到的是 他们希望是可以给天然气到 220欧元兆瓦 就是一兆瓦 220欧元 他希望这个是顶价 可是如果是自由经济市场 这个有可能实施吗 我们看看布兰总理 他说一些欧盟国家正以非常自私的方式应对能源危机 大家要顾性命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叫做这个帮别人早讲这件事情 美国呢 美国派出他的副财政部长出访欧洲 他说对 我们要推动恶油价格上限了 我们这个一桶给他订在60美元 看起来你在做的这样事情 你有没有看到欧洲其实大家都在抢油这件事情呢 那另外马克宏被美国摆了好几道 还记得吗 跑去美国跟拜登见了面 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削减通膨法案 这个IRA这件事情呢 你必须要顾及我们欧洲的立场 跟我们欧洲的权益 可是看起来拜登根本就不甩他 把他当做一个小弟一样 那马克宏现在硬起来了吗 他在欧盟峰会上要求欧盟 包括德国必须起身对抗美国吗 或者是对美国有更强硬的态度吗 希望美国有一个回应 那像这样子苍白无力的呼吁 到底有没有用 这也是欧洲很多人正在看的 我们刚刚讲到IRA 就是美国的削减通膨法案 它提供了4600亿美元给企业 你来我这边设厂 基本上就是美国的保护主义 美国经济 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 美国制造美国优先 其实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主义 我管你欧洲要不要活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用大白话来讲 我们来看看 美国他把这个保护主义 发挥到淋漓尽致之后 欧盟国家还愿不愿意 跟他同一阵线呢 现在先不讲欧盟了 东协也有分歧了 欧盟跟东协峰会 最近才刚刚落幕 我们看到了这些东协国家 包括菲律宾 他拒绝被卷入地缘政治 他知道现在 大家保护主义兴起 美国跟中国在斗 包括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还影响了很多 所以欧盟说 你这个我可以提供你们 我投资3000亿 那大家来跟我站队吧 或站在我们这一边吧 可是东协国家也不是傻子 他们觉得说 我们知道你欧洲国家比我发达 你们比较进步没有错 可是我不希望 一直接受你们的援助 我们希望建立平等互惠的贸易协议 我不要你给我糖吃 我不要你给我面包 我们有骨气 我们大家平起平坐可以吗 包括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说 我拒绝回到跟超级大国结盟的冷战时期 那个时候苏联没有解体 美苏的恶斗 我不希望回到过去 那现在看起来 在欧洲也有一些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国家 有不一样的想法 匈牙利在欧盟 在欧洲国家里头 被定义为比较亲中的国家 那现在呢 他拿到一大笔订单 其实讲了非常久的 中国的宁德时代 在这个地方下了一个大订单 应该是一个很大笔的投资 76亿美元 在这里建立欧洲最大的电池厂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台面上台面下 其实大家都在动 大家都在争取自己的利益 那未来世界会怎么走 我们先请教赖老师 赖老师您可以从这里来看看 乌克兰 现在连电都没有了 到底该怎么办 乌克兰的战争可能已经不是 折连世纪是或是乌克兰能够决定 而是美俄说了算 美国跟俄国谈好了 事情就解决了 谈不好那事情就必须要继续进行下去 您看到乌克兰目前的处境 就是说它的电厂被炸 那么要两三个礼拜修复好 修复好以后俄罗斯就在炸 然后在一段时间再修复好又在炸 可是问题就在于欧洲跟美国供应修复的 还有发电机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而且已经缓不济紧 这个对乌克兰来说已经要面对一个 非常残酷的冬天已经到领了 这样的一个结果 联合国的估计就是数百万的难民 至少300万有人估计到800万的难民 慢慢的会离开他的家 因为再也人受不了这个寒冷 他们一定会离开家 然后开始往外移动 布兰已经说我已经承受不了了 德国也说我真的也受不了了 那也就是说现在要靠的是 美国跟英国愿不愿意 接受乌克兰难民 但是美国跟英国是希望战争继续打 可是他们绝对拒绝接受难民 尤其是英国 英国是我所有的难民都不要 所以这些难民很明显的 还是在于东欧跟南欧这个地方 移动 那要往中欧跟西欧移动的比重 就会越来越减少 这个是乌克兰的处境 也解决不了 那我们讲到说 这个有关于制裁有没有效 制裁本来的目的是希望说 能够动摇这个普丁的政权 可是很明显的这个政权动摇不了 英语的媒体所说的 普丁的政权不稳是假的 各位观众朋友是假的 没有一个是事实 普丁的政权很稳定 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国土内 没有发生战争 那有人讲说 那俄罗斯的很多士兵 在战场中战死 所以他们的社会要动摇 也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刚开始有压力 现在他们改变战略了 改变战略就是更大的摧毁 这个乌克兰的这些民防村落 然后也就是用火力摧毁以后 兵力在投入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报道中 俄军的死亡率一直在下降 而乌军的死亡率在上升 那原因就是因为打得很慢 俄军已经摆明了战略 就是打得慢慢打 那也就是用火炮的 也就是不用精准导弹的 精准导弹是炸基础设施 火炮是炸前线的村落 打完一个村落摧毁了 然后部队再慢慢推进去 所以目前的这个战争 已经会一直打下去 这也就是为什么 美国的前任情报官 因为他可以不用负责任 他可以说实话了 他说这个代理人战争 是打不赢的 也打不完 所以这个会聚集打下去 现在最讽刺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有人问说 这个俄罗斯的政权会不会动摇 是因为你没有钱聚集打下去 这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用在乌克兰战争的 战争经费是透过油价上涨 油价一上涨 它本身油价跟天然气 收回的利润中 很大一部分就用在战争的支付 所以联合国的估计 IMF的估计 俄国的经济并没有 欧美的国家所吹嘘的 说30%到35%的衰退 只有3.5%的衰退 这个代表什么 俄国的经济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而它透过油价的上涨中 支撑了它的经济面 我觉得这个都跟当初欧美的估计 完全都是错误 而且跟欧美的宣传都是错误 因为联合国IMF的统计里面 是要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这个都是已经摆在眼前的事实 所以战争明年要结束 看起来除非美国跟俄国谈好 美国跟俄国没有谈好 一概免谈 乌克兰要怎么打 那就是看美国 要乌克兰打到什么时候 就打到什么时候 要他停 他才能够停 这个就是你把你的命运 交给别人的下场就是如此 其实蔡英文不也是如此吗 我们的命运难道要交在别人手中吗 最后一个我要谈的地方 是在于欧盟跟东盟的问题 各位欧盟说我拿出100亿 100亿现在怎么能够满足 东盟的胃口呢 大约是3000亿台币 100亿 东盟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额 一年就8000多亿美元 单单投资 尤其中国大陆到东盟的投资 双付的投资都3000多亿美元 欧盟 你也不要再把这个东盟 看成很落后的地方了 100亿算什么钱 100亿要东盟的国家选边站 想都别想 美国也不过拿出8亿多 人家还把笑着说 你把我当乞丐 所以我觉得欧洲的国家 跟美国了解一下国际的变化 是 来 左老师 好 这个其实欧洲现在碰到最大的困扰 在俄乌战争的阴影下 就是它的能源危机 那么现在最新的讨论就是 欧盟要推动一个叫做 天然气的价格的上限 但是对于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分歧 主要的一个核心的议题是 到底这个价格应该多少 到底是 它是用这个 每百万瓦的这个价格 到底是275块欧元 还是200块欧元 那原来设定的价格是在275块 但是这些赞成要设定这个价格上限 就认为说呢 它的价格上限 如果设定275块太高了 对于欧洲人来说还是太贵了 那所以他们希望下调 像捷克因为它现在是主席国 所以它推动的一个价格方案 就是200块 那这些反对的人就认为说 你价格太低 大家就其他国家 就不愿意卖给你这个天然气 所以他们现在就吵得这个 不可开交 那主要像赞成的这些国家 比如像是像希腊 像比利时 或像意大利 还有最重要波兰 他们是赞成的 因为他们受到这个高天然气价格 这个很大的影响 那么也有一些国家是反对的 比如像是荷兰 德国 他们就是反对 或者奥地利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赞成跟反对的 都有能力去封锁 否决另外一派 所提出来的方案 所以欧盟就很难前进 到底要设在几块钱 就现在大家同意要设 但是要设在几块钱 这两派相持不下 那这里头因为 电视墙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波兰的总理讲说 欧洲人很多人 他是很自私的 为什么特别提了波兰呢 因为波兰是接受最多 这个乌克兰难民的国家 但是波兰也是受到 欧盟制裁的国家 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波兰现在的执政党叫做 法律与公正党 那这个政党呢 他从他执政以来呢 他改变了他的法官任命 变成由政府部门跟国会派代表 组成一个委员会去任命他的法官 那这个就被欧洲的最高法院认为是 他违反他的法治精神 所以每天要罚100万欧元 然后呢 他这个欧盟的执委会的主席 还扣住了欧盟本来要拨给波兰的 他的这个赠灾的方案 就是他原来因为经济复苏 欧盟是有经费给这些国家的 但是因为他认为他的法治受到冲击 就是说这个现在的执政党是 钳制了这个司法独立 所以就不愿意把这个款项拨给他 作为惩罚 对 作为惩罚 所以你看等于双重惩罚 一个是本来要拨给他的款项 没有拨给他 另外一个是每天要罚他100万欧元 所以你想波兰 现在又面对到这么多的乌克兰难民 他怎么受得了 所以他现在就不断呼吁西方能够支持他 但是我想这个也反映出来一个 欧盟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个别国家的意见太过分歧 所以很难形成一个一致的力量 是 没错 来 请教书大 我觉得今天韩国的媒体 其实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我们要从台积电的处境里面 学到地缘政治的教训 也就是他说 那我们三星会不会也像台积电一样 被人家牵连 然后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导致大家意识到我们生产的东西 原来全世界都需要 我觉得讲直接一点 俄乌战争跟欧盟的状况 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是 我们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我们的执政团队 到底有没有趁机获利 还是我们只是任人宰割 坦白讲 我们的执政团队就是没有能力 因为我们前面有讲 陈吉仲只讲了出来说 因为日本的淡价相比起来 大家看这个淡价不准 我们还是看大麦克指数比较准 讲不了一天马上大麦克就涨 然后涨了之后还比日本贵 这个到底要让台湾的民众怎么办 我们对于国际间的动荡不安 我们是没有办法处理 一定要用国家级的力量 结果我们的国家级的力量 农委会淡价搞了半天搞不定 但是搞张善政倒是很开心 那整个资社会该去研发外送的时候 该去推进台湾的数位加密 跟数位的安全的时候 结果我们跑去搞高红安 也搞得很开心 各位可能不知道 FTX这一款加密货币 台湾的损失是全世界第七名 这么多人 我们国家这么的小 结果为了这个加密货币 损失数百亿的时候 数发部还在点面线 那你到底要我们的金管会 我们的数发部到底在干什么 什么事情都跟你们没关 什么国际变动都跟你们没关 这个真是让台湾的民众觉得 我今天是不是来 身在台湾 我投胎是不是投错了 FTX现在在美国已经严重到 它的创办人要被引渡 要起诉可以面对超过 一百年以上的刑期的时候 台湾没有人讲话 台湾有这么多受害者 就表示我们的国家 其实有很多人投资加密货币 结果金管会算不出来 不敢讲 没有固定的政策的时候 数发部我还是要再讲 你还在点面线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认为到底加密货币 是好是不好 是能不能投资 你都不讲 那难怪有人受害 是真正的事情就要赶快去解决 那有些之为末节的事情 如果你还在拘泥 像是杠中宝台这件事情 那当然你没有时间去做正事了